记得是Activity里面,找一下 O开头的 它是Unoption 就是当什么呢 Option O开头 Option menu Options Options Items的类的 这个方法 就是当选项 被点选的时候 比如说你当 这个世界 我这个地方 比如说这个地方 它预设是按下去就已经有Man 可是呢 我要怎么知道它选哪一个 所以呢 我如果选了40校区 点下去的话 它就会触发什么 它就会去找到 有没有Option Items的方法 如果有的话呢 那就会传送过来 到底点了哪一个ID 如果点了哪一个ID 就执行哪一行程式 那这个部分的话 各位可以看一下 如果你按确定之后的话 它就会自动产生这个方法 那我们就要把程式写在 绿色字的下方 那怎么实作 这边 这边已经写好了 给各位看一下好了 其实只要利用什么 Switch case Switch 那我要怎么判断说呢 到底点了哪一个项目 那我们可以用什么呢 Switch 后面加上什么呢 加上 因为传进来会有item嘛 item就哪个项目 点 getitemid 那我就去判断说 到底 点的是哪个ID 比如说我点的 淡水就m1 40就是m2 OK 那我传进来之后呢 用case来判断 后面记得加 冒号 然后呢 因为我要的是一个什么呢 一个geo point 那我上一礼拜有讲过嘛 geo point跟那个location 最大的差别是 geo point一定是整数 而且必须成了10的6次方 那我就查到 应该还记得怎么查 查到它的坐标之后 分别 这个是什么呢 纬度 这个是精度 然后呢 分别把它组成一个geo point 那名称比如说TCMT 再利用呢 map controller 点 这个animate animate2 把它移动到 这个坐标上去 这样的话呢 你点了 它就跳到那边去了 那如果说你点了另外一个项目 它就case 如果是点了m2的话 那就是另外一个 比如说40校区 就会被移动过去 那这个部分的话 我想各位也可以参考一下 就是这地方 那比如说我们可以实作一下 比如说想一下 五谷校区一个坐标 然后板桥 三重 现在还有其他校区 你找到之后的话 借menu试试看好了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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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